今天早上,董貝貴華黨 今天是在中華裏的疫情台下的省大展規 在這個華黨現場,有國中和客家相關的表現跟黨員 以及政策功夫的地外體驗 除了黨這次來到國內民眾,更加了解客家的文化 更加是黨在省大展規的黨會手腳來散步和欺負 上黨有榮辦的機會 好,請裝貼桐花 我們老闆的黨會貴華黨 今天20號,在中華裏的疫情台下的省大展規 現時有各種表演 大威、美食以及出做DIY到外圖上華黨 讓UK可以依各種圖案的方式來了解客家文化 今天那個桐花式開的還不錯 那感覺就是說台灣可以族群可以再融合一下 我覺得來這裡可以講客語 然後可以認識客家人的文化 覺得很好 今天的桐花季為鄉親帶來很多的客家美食 像我手上拿的就是薑黃牛蚊水 是非常好吃的一個客家農家點心 不管是美食、語言或者是一些染布啊 或者是一些客家文化的一些藝術品 我想透過這些活動我們可以再次親近我們的客家文化 我們也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看到不同文化的美 我想這個一定是我們市公所的用心 在幸福的黨會手上的家 提供各行美食以及遊戏 是收到美食請祝賓員歡迎 南大國文化球以及南大市公所 就希望能夠做出台東南大的觀光 也不準客家文化的定規 我們今天利用這個場地的 大家看到我們後面的這個遊童花 開得非常的漂亮 那麼我們這邊也是產遊童花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呢 正由今天的活動呢 提倡我們客家人呢 勤儉刻苦耐勞的精神 也践行近山的一個活動 同時也有小朋友的繪畫比賽 讓我們今天的活動呢 多彩多姿 我們全縣目前規劃了六條客家旅遊路線 包括了像教育、生態、農業、文化、藝術 那包括了我們這個客家文化的這個路線 那民眾來到南投 他感受非常深刻之外 他會想要再來一次 甚至他會把自己帶到南投來 那我想這樣對我們觀光跟旅遊 還有整個我們縣的這個整體的效益 將會發揮到最大 既然南投官的電視的風景 基本多當 海外觀之外的UK 可以來到外觀來路遊 帶動經濟 既然那天陷入到客家文化的電視 不能從中規的文化演唱下去 要讓大家留下一個美麗的回憶 繼續就算差不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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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